欢迎回到台湾大搜索 昔日红星亦如 不惜控告亲生儿子潘若迪 还对簿公堂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写一封信 叫他帮我带了给潘若迪 但是我得到的消息是 你潘若迪 听说是我给你的信 就把他丢在垃圾桶里 连信都不开 我听了很伤心 我也很难过 托朋友带的那封信 是弃养同意书 当一个妈妈要主动地 跟儿子断绝亲子关系 是何等心痛 但一如说没办法 他为了要申请低收入补助 真的这么做 而潘若迪却始终没有回应 儿子我当然是很想他 我也 其实我 其实我是蛮喜欢他 其实他也很爱我 我知道 他也喜欢我 只是他的个性很硬 我的个性很硬 两个人都撑在那里 这个是比较 就这次演唱会我穿的衣服 拿出一件件收藏多年的表演礼服 都是一如的宝贝 还有这一卷卷的CD跟录影带 舍不得丢就通通放在箱子里 今年已经70岁的一如说 因为喉咙不好 暂时没有再唱歌了 虽然还是没有跟潘若迪误会解开 不过一切只要潘若迪快乐就好 发生在台湾各角落的奇案灌案 还有观众喜爱的重案实录集 第52法庭单元 我们从真实故事中 渐往之来 继续人生经验 请你锁定 每周日晚上八点首播 每周六下午三点 及晚上九点重播的台湾大搜索 我是洪淑芬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